大家好,欢迎收看2月3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春节即将来临,花莲县各界为了未免国军官兵的辛劳 3号在县长徐真卫的率领之下 在花莲县政府的大礼堂举办了春节禁军活动 包括有陆军花防部、空军教准部、空军第五连队等22个驻军部队受未免 同时也制证了团体的慰问金 表达感谢国军束手家园寻意领空的卓越贡献 年节将届花莲县各界为了未免国军官兵的辛劳 3号县长徐真卫率领各社团工商企业业界代表 组成了110年春节军军团 现在表示后职战力进而在国家每个需要守护的角落 勇敢挺身,捍卫百姓安全 他借着向空军飞行员致议 表扬慰问空军教准部 第五连队飞行员冒着声明危险 捍卫台海领空的飞行员脚打气 并且只能花束以致未免 在春节期间我们的所有国军弟兄伙伴 甚至还要留守 这是思念家人 但是更必须坚定信念 要守护任何的每一刻不能放松 所以再一次再感谢我们所有的国军弟兄伙伴 能够在自己的高位上能够做好最好的准备 而也让所有的国人都能够安心过好年 安心过新年 也让所有的企业都能够有稳定 扎实的政治以及我们的自然环境 我们感谢所有的国军弟兄 我们是不是企业界的伙伴给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国军给他们致上最高的谢意 许仲偉同时也感谢国军驻地单位 除了平时加强战备准备之外 在花脸美风台风 迅其协助山区乡亲进行人员疏散 或灾后附件等工作 细手打造幸福家园 树立军爱民民建军的典范 更特别感谢参与这项活动的工商企业 以实际行动表达对国军官兵的爱护以及支持 对国军生据鼓舞的作用 记得继续获得到